时事焦点 时事焦点新闻进行研究与分析 帮您进一步了解新闻背景与意义 时事焦点节目除广播之外 还通过韩广网站与韩广手机应用软件 提供视频服务 欢迎您收听收看 听众朋友 关键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事焦点 我是全家林 北韩在3个月27号和本月5号和16号 发射单导打弹 并主张这是指在开发政策卫星的 那个重要事业 但是韩媒本月11号和16号 联合发表评价结果称 就是北韩两次施射 指在那个测试新兴洲际弹道导弹的性能 韩国国防部表示 北韩持续尤为那个多项联合国安理会的那个举议 韩方常列谴责北韩那个射弹行为 并那个敦出北韩立即停止 就是导致韩半岛和那个地区不稳定 以及还有加剧那个紧张 局势的行为 今天十交点的节目就为了 也比较关注北韩时候恢复那个核导弹的实验的那种东西呢 怎么看 是的 这个韩国大选这个刚结束大概十那天 那么这个前后呢 确实是北朝鲜的动作呢 非常不寻常 那么这个3月16号呢 实际上朝鲜当天在这个顺安一带呢 9点上午9点30分呢 发射了这种飞行器啊 不过呢 这个飞行器呢 在2万米的高空当中呢爆炸了 那么韩美呢 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分析啊 那么这个是实际上 这个朝鲜呢 在同一个地点呢 就上月27号和这个本月的5号呢 都进行过新型洲际挡道导弹和国星17号 17型的这个测试的这样的地点是相同的 这意味着朝鲜这次也是自韩国大选之后呢 首次的一个武力示威 那么前两次呢 实际上是大选期间 发生了这样的一些事情啊 这也得到这个美国和日本的这样的 一些这个对方的一些关注和一些谴责啊 那么与此同时呢 这个朝鲜这一块呢 金正恩委员长呢 日前也是11号左右呢 这个在这个视察了这个洲际导弹这个发射地点 对 卸海卫星发射地点 那么这个这样的话 这个前两后边的那个前两次的这个时间呢 基本上吻合 那么我们这里还要关注的呢 是个朝鲜的核问题 是不是又重新 这个是不是还会继续下去啊 那么这个当中呢 实际上呢 他这个方星里这一块呢 有1号 2号 3号 4号这样的一个坑道 在1号坑道呢 早在2066年的时候是放弃了 2号坑呢 过去5次做了核失业 但是呢 这次呢 很多人担心呢 是是不是把3号和4号的这个核坑道呢 还会继续这个挖掘使用啊 这个因为呢 这个朝鲜去年这个1月份 有那个劳动的八大提出了 生产出这个超大型的这个核弹头 同时呢 加强了这个核失业的这方面的一个议程 这样的话 要重新这个修复这个核坑道 是不是也是往这个这样的一个意志上去转移呢 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局面 有可能这个局势会趋紧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黄教授啊 即将显示啊 就是北韩可能已经决定好像恢复核实验 韩国和国际社会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对 你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连续三次 尽管最后一次失败了 但是呢 还有可能在短时期内还继续会试射 而且呢 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火星17号 是这个很大型的这个洲际导弹 而且可以搭载两到三枚的核弹头 所以呢 这个实际上韩国是不可能坐视不管的 所以呢 这个外交部也是这个强烈谴责 而且呢 这个军方呢 也是表示这个 要这个进一步动员各种这个对导弹联合打击的这种演习 而且这个实际上呢 现在朝美也一直在这个计划着这个军演 联合军演 然后就是希望这个敦促朝鲜 就是不要再继续的 这个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决议 然后继续的增加这种挑衅和示射活动 但是呢 在短期来讲的话 实际上朝鲜的这种行为 实际上我们之前也聊过 就是他一直是希望得到这个美国的关注 所以呢 他们的一直是得到美国的关注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去年八大开的时候 也知道这个经济也是内部是一个封锁的情况 然后经济改革是失败的 那么而且呢 对于无核化的这个制裁也没有缓解 那么从17年之后呢 实际上在这个洲际导弹这个方面 实际上朝鲜是暂停了的 但是现在金正恩的视察的这个西海卫星厂是要求扩建 那么还是有可能是重新这个实行这个洲际导弹和核试验 这个洲际导弹这个尽管朝鲜说 他们是在发这个研发侦察卫星 但是呢 实际上韩美的观点是洲际导弹在试射嘛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韩美日韩 就是这个韩美日三国的这个外长 实际上是有通话 就是就维护这个半岛的这个和平 然后稳控这个半岛的紧张局势 这几天呢实际上 自这个11号有个通话 然后上个月呢 2号呢也是有一个通话 那么这个半岛问题 乌克兰问题实际上现在是叠加着发 就是这个爆发 所以呢这确实 尤其是发射这种新型的洲际导弹 那么这一点来讲的话 这个韩美日三方 应该是要为了防止这种紧张局势 继续升级 而共同联防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实际上这个新的后任的韩国总统尹虚悦 就韩国后任总统尹虚悦呢 实际上也在加强这个四强外交的一个基调 他说这个要重建韩美同盟 然后呢改善韩日关系 这可能是现在这个韩国比较迫切的 然后还有尊重 这个在相互尊重原则下 这个构建中韩关系 那么实际上韩美同盟 我觉得一直还是蛮稳固的 就是在尤其在拜登上台以后 也对韩国是表示了极大的这种盟国的 这种友好的关系 然后呢这个日本呢 之前是闹过一些这种经济方面的矛盾 那么现在呢这个新任的这个韩国总统呢 是希望把这个日本的关系 重新恢复一个正常化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持续的 这个北韩的洲际导弹 是射的这种挑衅呢 实际上让韩国人也是感到很不安的 就是韩国的这个民意调查显示呢 就是说有七成的韩国人是认为 北韩是没有这个意图 是要这个就是废除它的核武器的 而且它可能会一直挑衅 而且呢有七成的受访者也回答说 这个国防部发布的消息 他们不相信 这个好像据数据是比去年要 这个多了23.3%的这个不信任度 就是这个就是说 大家现在对这个南北的这个局势 感受到不安 所以呢 这个韩美加强联防和韩美日加强沟通 可能是对这个朝鲜半岛和平更重要 所以一般民众认为呢就是国防部发表的一种内容啊 就比较低估现实啊 对实际上这个我们之前也讨论过 他们已经有超高音速的这个导弹 所以很多都是需要加强的这个防控的一些 还有那个乌克兰的事情也让北韩感到有一点不安 因为是所有的关心都集中在那个乌克兰那边 好像北韩的什么一些态度啊 他们想跟美国改善关系 都现在没有得到一些比较拖当的一种情况啊 那金教授啊 北韩媒体声称就是航方批评 这是那个测试新型洲际导弹啊 就是纯属于双重标准 他们的根据啊 为什么张部组长了 到底那个目前的那个北韩的洲际弹道 几次那个研发的水准啊 就是怎么样 是的 这个两次的这个射射导弹 还有一次的这个失败啊 朝方呢 这个认为这个是一个韩方用双重标准去看 他们的认为呢 就是它是一个正常国家活动的一个行为 是韩国这边过于小题大做 他认为这个两次发射导弹呢 这是这个研发侦查卫星 他是公开是这么讲的 所以呢 这个对韩国进行这个抨击啊 但是这个韩国国防部的这个情况呢 这个确实是 它违反了两号国的决议 那么它是实际上是这个 这个朝鲜是导弹行为啊 所以呢 东处朝鲜呢 为了领这个 这个这样的韩半岛的局势啊 不能不能这个加紧这样的紧张局面啊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它这个研发水准的这个情况呢 那么两次是发射成功了 但是呢 这一次只有失败啊 那么这个残海有可能 嗯 这个流落到这个民间的可能性也有 但是这个现在也不是 据说是也在调查当中 所以呢 我们就感觉这种导弹的这个情况呢 还是有些不安 那么就据了解的这个火星17号型这个这个呢 它现在呢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新能呢 还是有所改进啊 但是呢这个弹头的情况呢 它有人认为这个疑似呢 就可以采用搭载两到三枚弹头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呢 朝鲜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这个尚未发行实弹的这种发射嘛 所以呢 它据了解呢 可能未完全掌控弹头部分的这个重返大气层的技术 这个也是它为什么以后可能还会 继续测试的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所以呢 这个这个朝鲜这个四上成功的两次的射程呢 布局洲际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 它为了这个这样的导 这个今后呢 有可能还会这个继续测试它的功能 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 因此呢 我们大家呢 都感觉有些不安 现在是这种情况 那到底 洲际单导导弹跟那个什么 侦察卫星 实际上是很像的 就是导弹的这个角度 其实都是往上射嘛 然后呢 就看你能不能返回大气层的一个 这个关键问题嘛 但是呢 你也可以说这个侦察卫星发射失败了 它掉到大气层里面来了 所以说实际上这个 这个关键问题是 这个发射的地方 原来一直都是发射洲际导弹的 所以呢 这个是自这个特朗普和这个金正恩会谈以后 新加坡会谈以后 这个就就一直没有用嘛 然后呢 现在又重新的开启了 甚至金正恩还去视察 还去扩建 而且呢 在短时期呢 有这样的试射的挑衅 那实际上 说发射侦察卫星 好像是有点 借口 对 有点借口的感觉 而且呢 就尤其是在这个韩国大选 又是这个政权交替的这个结果眼上 就是这个 你要说这个侦察卫星 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嘛 对吧 而且呢 这个属于国家正常事务的话 它不必这样子去 这种 尤其是乌克兰正在发生战乱 好像是找了一个非常 就是大家好像是大家都很乱的情况下 然后呢 这个金正恩是希望这个重新获得拜登的这个注意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拜登自去年上台以来 就是一直没有对这个朝鲜问题表态 而且呢 就是他就说我们可以谈 但是我们要没有条件的谈 但是这个肯定不是金正恩所希望的 他还是希望有一个缓解制裁啊 或者是能够把北核的问题 能够把朝鲜的这个核问题更重视起来 那北韩突然那个就是频繁地发生那个导弹了 到底要他们要传达了哪一些方面的一种内容 实际上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 现在是金正恩的第二个十年了 就是他其实在过去的十年呢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他在这个北朝鲜内部可能是强军 好像是这个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但是整个朝鲜的经济 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他自己也承认是失败的 而且呢 对于这个无核化继续加重对朝鲜的制裁 可能也不是他想看到的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他希望把这个美国重新拉到谈判桌上来 但是他觉得他过去五年来 这个没有核实验的这个动作 其实没有给美国就加强关注嘛 那所以呢 他觉得说必须要以武器 就是在这个最不想看到稳定的时机 然后去引发这个拜登的这个政府的关注 那不得不说那个这个刚刚当选总统的尹熙岳 就是后来那个总统尹熙岳对北韩目前的东向的一种看法 他有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是评价呢 因为这个大选才过了11天嘛 现在他这个尹熙岳当选人他要就任一次 还要经过两个将近有两个月的时间 这个当中肯定是因为是现任的政府还在执政当中呢 那么他也不能说马上对这个问题呢 有自己的明确的说法 但是呢 他也确有个新闻发言人 那么叫金恩惠 他说呢 他现在呢是无法明确的特别的一种 发表他的立场 希望朝鲜能够进行无核化 进行对话 这是他的公开的一个说法 但是呢 这个他现在是沉默的一个问题 但我们现在的关注的是 尹熙岳他的当选之前的这种对朝的政策 这个是比较关注的 因为他对朝鲜的这个原则 这个做法呢 跟文在寅政府的这个政策 是完全完全还是不一样的 那么现在政府呢 以对话优先的基调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 尹熙岳大选出现仿佛会强的 那么他这个前面也有这个四强会交 然后呢 尽量跟这个加强韩美同盟和韩美日合作 但跟中国呢 尽量这个继续减少摩擦 而要重新设置中国和韩国的关系 这是尹熙岳当选人之前的一个说法 那么但是这个当选之后呢 那么他也收到了中国国家主席的这种组合线啊 什么的这个东朝中韩关系呢 我想呢 还是他还会去谨慎的去处理 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但是对朝问题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两种的一个说法 一个是国际的 他这个四方外交的通往 这个共助的这种环境下 跟这个加强安保管理 来完这个解决这个朝核问题 和准备朝鲜的关系 但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比较关注呢 因为他有如果完全摒弃 这个县政府的一些做法呢 是不是韩半岛的这种局面啊 是不是更加不安呢 所以呢 也有一些人士呢 就是大家的关注呢 就是他能不能跟县政府的一些政策的 一些动作还是基于继续维持的情况下 加强跟朝鲜的这种对话机制 是不是也得进行下去 这也是我们以后今后也继续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美国的态度也不能不说了 对美国是非常的明确的 他说这个美国在遏制朝鲜方面 有着切身的利益 而且呢对防御韩国日本和美国本土承诺态度 也是非常明确的 而且呢这两天实际上 这个美国军方呢 在重新研讨 就重启轰炸机 这个Blue Lighting的这个方案 而且呢确实这个已经 这个是自17年以后 就是没有现身过朝鲜半岛的 所以呢如果朝鲜发射洲际导弹的话 那么还没可能重启这个轰炸机演习 这个可能进一步的会僵化这个朝鲜的 无核化的局势 而且这个现在这个海军第七舰队 也宣布说在这个黄海举行了一次 以这个航母舰载机和其他的这个空军 联合这个演习的一个空中力量的一个演习 也就是说这个确实这个洲际导弹 对这个朝鲜半岛的和平局势 是带来了很大的危机的 是啊就是说好像是过去两年 比较平静的一个情况 最近有了这样的频繁的四射导弹之后呢 就是说半岛的局势也现在开始不安 加上那个美国和韩国过去大概四五年 没有进行过的那个军援就开始冲击 是吧 反正那个现在事情太多了 那个半岛的事情也不能不看 而且乌克兰的事情也有轮着比较关注 要继续观察 好今天的十字小店节目就到这为止 谢谢收看下周见再见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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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